最近有網民在網上發問 自己快測陽性7天之後 再測已經轉為陰性 不過之後再檢測有復陽 不知如何處理 對於打了兩針的人士 在陽性之後的第六和第七天 若果連續兩天快測結果都是陰性 就可以自由行動 根據政府文件 這一類人士 會被視為康復者 對於只打了一針 或者未打針的人士 如果是陽性之後的第十三天 和第十四天 連續兩天的快測結果都是陰性 亦都會被視為康復者 可以自由行動 如果你是康復者的話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 除非有醫護專業人士 或者政府的指引 否則在康復的三個月內 無需再進行檢測 因為部分的康復人士體內 仍然可能有殘餘的病毒基因 但基本上 他的傳染力已經大幅下降 如果遇上強檢 特首林鄭月娥 在3月16日的記者會上表示 如果居民已經在第五波疫情 即是12月31日之後確診的話 他就無需再檢測 如果曾經確診 再接受檢測都沒什麼意思 反而在檢測的時候 因為靈敏度很高 而發現還有殘餘病毒 其實只是一個服養個案 不需要特別擔心 要將他旁邊找到治療 在檢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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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檢測中